那些照片是斜的 妖Sir, 你見識廣博, 有見過嗎? 菲尼斯, 你怎麼看? 這圖真的很古怪 房間更古怪 打的房間是陰陰沉沉 牆上全都貼滿了斜的東西 你猜他會否入了斜角 被控制著逼他跳樓? 這挺好想像力 更得妖Sir多, 學到東西的 我們問了很多口供 也清楚Vilson和魏永山有殺人動機 但我們一直進不了大直路 你覺得是否有人隱瞞了 一些重要的線索? 是什麼人? 我記得上次我問完廖美斯口供之後 出來, 你告訴他 你懷疑Donald的死不是其實那麼簡單 我直覺覺得他這個動作是有隱瞞的 不是, 這個動作是經常做的 只是小動作 其實嘴唇緊閉通常是表示壓力和焦慮 在很不安的時候做這個小動作 例如聽到一些壞消息 就會下意識問一問 可能當時阿絲很難接受到 當來被人謀殺 他很不安, 所以有這個動作 其實跟隱瞞無關 我感覺到他是知道一些事情的 你想多了 我們查案不是應該多想一些 而且不要放棄任何一個線索嗎? 阿絲Sir, 炒粉我找到一些材料 想你們過去看看 怎麼樣? 找到什麼這麼厲害? 我不是想浪費命的 不過光吹水就實際做點事 幸好我下班也心懈猜管 拿著黎進和福上 逐家逐戶拍門刮料 有付出必然有收獲的 來吧, 讓我掛到一些好東西 是誰?黎進鴻嗎? 拍片這傢伙住在這幢大廈對面 他在黎進鴻死前那晚11點左右 看到他一傢伙神神發霸在天台上 所以就拿一部機器來拍下他 他口口口口,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可否大聲點?開大聲點, 聽車聲點 對面拍拖 Post, 他走到欄杆的位置 他就在這裡掉下去 很明顯那一顆螺絲未被人送開 即是後來有人在這裡做個手腳 而那個人還知道黎進鴻第二晚會上去 又口口口口又走來走去 是不是撞邪呢? 好戲再有頭 誰呢? 誰呢? Wilson? 黎進鴻死前兩晚, 你是不是見過他? Sir, 我不記得 你不記得?你是記憶法的教練 不記得? 有一天在事發前一晚 拍下你和黎進鴻在天台爭執了片段 怎麼樣?記得了嗎? 是, 我又找過他 鬼故意避開我? 是, 叫他不回覆機, 我就跟他上天台 那他在天台幹什麼? 鬼知道嗎? 看他暗暗沉沉的, 我以為他撞邪 你們又要做什麼? 叫我還錢 不是他, 我要欠人三百萬 我無論如何都會拖他下水 那就是追不上錢就打架了 我本來也沒那麼生氣 他說接下來會發圍, 說會賺到大塊錢 然後叫我不要妨礙他發財 說還給我五、六十萬來填錢 耍我而已, 那就打他吧 之後呢? 之後…我約了人, 有空陪你瘋 你走了之後, 越想越不奮氣 你明知道他將來又會再上去 所以你偷偷地上天台 我去寧宋蘭鞠羅斯 等他推他的時候跳上街 所以你空閃閃 Sir, 我沒有殺人 我也不知道推什麼欄杆 你別冤枉我 別再說了, 我沒有 我要找個律師 放了他 Sir, 我哄不住你 Vilson 什麼? 那個Vilson沒事吧? 本來有心臟病, 但沒準時吃藥 幸好居然看到醫生 吃藥之後沒事, 回家了 他有死的樣子根本就在裝作 也不知為何不拘他回樓寶責他 他曾經拿著一把刀 上記憶學校要脅廖尿尾師 也跟蹤過黎俊彤上天台打他 而一個性格這麼衝動的人 又怎會用這麼迂迴的殺人方法呢 剛才我說殺人的時候 他在這裡拍檔拍燈 這豈不是身有事嗎?小Sir 很簡單 一個性格這麼衝動的人 如果覺得自己被冤枉是殺人兇手的時候 他發脾氣, 拍檔 這是很正常的反應 那不可以斷定他就是撒謊 如果他是刻意掩飾 他應該是影帝 照你這麼說 這麼不排除他有殺人的可能嗎? 我不會抹殺任何的可能 但最關鍵的證據我們還沒找到 留他在這裡也沒用 這部影片就是最關鍵的證據 他又有殺人動機 黎俊鴻死前還見過他 還要跟他吵過 那這些證據是什麼呢? 我沒說你說的不是證據 但是要百分之一百 肯定他是兇手 我們還欠一點 還欠什麼? 他用什麼方法殺人? 就是, 用什麼方法殺人都不知道 很難過一天 行了, 其次我拆回來 我去拆, 拆粉 等等 Trevor 是你 幹嘛嘗嘗樣這麼愁? 我也是 飯不好吃? 不是 工作不如意? 你家裡很白 是不是你大哥派你離機教我吃飯? 我知道了, 大佬得罪了你 別再提你, 大佬 他得罪了你什麼?認得你很急 我剛才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我辛苦找證據回來想你錯過了 他一猜給你, 就放人家走 我這麼辛苦找證據回來飽鬼? 那倒是, 他有時候 真的不太會體諒下屬 那倒是, 大家同一團隊 你大佬一直在說什麼微表情 身體語言似的 我不是這樣的 可能是實事投事, 說證據 我跟他這麼不合適 我真的很難去交入 其實他在我家裡也是這樣的 他經常躲在房間看影片 看完影片之後就對著鏡子 憎眉眼, 像個神經露一樣 我是他妹妹也受不了, 莫說你 這麼誇張? 他有時候投入起來, 連我也罵 所以我明白你的心情 你明白我的心情 不過你兩兄妹妹的性格差多遠 怎麼樣?你現在生完調戲順一點嗎? 順得多 但我不太順 什麼? 這支筆, 我這幾天 一直看著你上次給我的影片 來練習幾下基本的東西 手指和雙手指, 但好像不太順順 你看 你這樣夾這支筆當然不就力了 還有, 上次我叫你用螺絲筆或筷子 練熟了, 才用筆 每次帶著螺絲筆出門, 嚇死人 其實我也很勤勞, 一有空就會練 所以這支筆也隨身帶著 好, 看你這麼好學 媽媽, 來, 握她的手 回合來說, 最重要是拿筆的時候 拿高一點, 手指伸直 中指一發力一按, 按一下 剛好那隻手指伸一個圈折 就是這樣, 試試 一切, 走 貝兒, 你是不是想弄得三姑媽 暈得暈暈了? 你不舒服? 你不停轉… 把我搞得滿天星了, 真的 那就不玩了 三姑娘, 喝茶 謝謝… 剛才我經過街市 看見金錢很便宜 買回來給你們吃 來, 吃吧, 很甜 謝謝, 阿板 在這裡吃完飯再走,好嗎? 不,你的手勢是阿康師吃得慣的 妨礙你們開飯嗎? 不妨,我們還要等阿芯 那就好了 你說吧,又會這樣 人們說明迷你就迷你 真是迷得你溫暖的 這樣也會上當的 但你這麼精明一定迷不住你 我當然不會落答 不過我怕你們受不住引誘 你知道,一個人有閒錢 他身就癢了 有心,三姑奶奶 何況我們根本沒有閒錢在投資 我提醒一下你們 總之最近做什麼都要小心 想過度過 否則一下子洗腦就麻煩了 我們會的 是呀,Kelvin最近都生我投資股票基金 我還沒答應他 是呀 是呀 Kelvin最近好像不太行 那些銀行逼他投資 那客人又少,他就跟親戚合作 你們自己要小心一點 大家是自己人,不會騙我們 那又不是這麼說 錢的東西當然要更均衡 他也有叫我投資五百萬 我…我說要想過度過的 五百萬這麼多? 是呀,他要你多少? 我沒這麼多,一百萬而已 那你給他了 美,我們還在考慮 是呀,投資的東西當然考慮清楚 他就好一點 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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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姑媽,少見了,上來吃飯 不是…我路過而已 我現在走,再見 你一看到我是酒,我的樣子嚇倒你 你的樣子不是嚇倒我 不過你家裡又小,人又這麼多 我有點呼吸不了氣 所以我先走了,就這樣吧 好,再見… 三姑媽,別客氣,喝茶 好… 再見 再見 三姑媽上來幹什麼? 很奇怪 三姑媽剛才在樓下忽然說要上來 上來就旁孝質疾 她可能是想問二姑媽 問媽媽借錢投資那件事 我覺得她上來故意想逃了 什麼逃了?學了大哥的東西 三姑媽上來坐下而已 二姑媽問你借了多少錢? 說錢失感情嘛 我現在沒空有事要做 先放你們一晚 吃飯的了 把這些給我行了,不要閉嘴 最新劇集《易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s來看劇吧